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在这一节课 我们先来对现代互联网的网络拓普 进行一个简单的了解 那么为什么要进行这个网络拓普的了解呢 那么主要是我们通过这个网络拓普 我们就可以在脑海里面形成一个 比较形象的这个计算机网络 有助于我们学习后面的内容 那么对于现代互联网的网络拓普呢 主要是分成两个部分的 分别是这个边缘的部分 以及核心的主干的部分 那么首先呢 我们先来了解这个边缘的部分 那么边缘部分呢 主要指的是我们平时的用户 可以直接接触的部分 比如说我在家 又或者在公司 又或者在外面的商场等等呢 都是属于这个计算机网络的边缘部分 那么首先我们以家为一个例子 来了解这个边缘部分的一个网络的拓普 那么对于边缘部分的家庭呢 我们首先有一些中断的机器 包括我们的PC机电脑 对吧 还有手机平板等等的一些移动设备 还有可能有一些智能的机器 比如说现在很流行的一些智能的音箱 对吧 以及一些扫地机器人 那么这些呢都是属于这个中断的机器 那么这些中断机器呢通过有线或者是无线连接的方式 连接到我们的路由器 那么路由器呢是直接的接触到我们的中断机器的 那么路由器呢可能需要与我们当地的一个网关 进行一个连接 那么网关呢可能连接一个或者是多个路由器 再由这个路由器和我们的中断机器进行连接 那么网关呢就通过一些线路连接到当地的一个地区ISP 那么这个ISP前面我们也提到了 ISP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网络服务提供商 那么这里面的地区ISP就包括一些 比如说如果在广东的话 那就有广东移动或者是广东电信 又或者是广东联通 那么这个就是地区ISP 那么这个呢就是属于现代互联网的网络托普的边缘部分 在这里面举了这个家庭的例子 在这里面主要有几个重要的组成 分别有这个中断的机器 对吧 还有路由器 网关 以及地区的ISP 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家庭在进行联网的时候 它主要的一个网络托普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比较复杂的边缘部分 这里面我们举这个企业为例子 那么企业呢 它的组成上和这个家庭呢非常类似 都是有这个中断机器 对吧 以及路由器 网关 以及地区的ISP组成的 那么这里面的有很多这个中断 那么也有很多这个路由器 中断呢通过与就近的路由器进行连接 然后呢这个路由器也是和就近的网关进行连接 那么这里面呢可能这个企业的网关有多个 那么网关之间呢也可以相互连接 那么这里面可能还有一些路由器 在其中进行一些报纹的转发 以及连接的中转等等 这里面就省略了 那么这些呢我们称之为企业的内部网关 那么内部网关呢还是需要和这个地区ISP亲自通信的 那么因此呢还有一个统一网关 统一网关呢就是收敛前面的这些连接 然后提供一个出口来和这个地区ISP进行连接的 那么这个就是边缘部分的企业的这个例子 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主要的一些设备呢还是由这个终端 以及路由器还有网关以及地区的ISP所组成的 那么在这里面呢可能每一种设备都有多个 包括这个网关呢也有这个内部网关以及统一网关 那么这些呢就是属于这个边缘部分企业的这个例子 那么了解了这个互联网的边缘的部分 我们接下来再来了解这个属于主干核心的部分 那么对于核心的部分呢 其实主要组成的是由地区ISP以及主干ISP 以及一些国际的一些路由器组成的 那么首先呢我们前面所介绍的这个地区ISP呢 就会连接到这个主干ISP里面去 那么主干ISP呢我们在前面也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么对于这个主干ISP呢 如果是华南地区的话主要是在这个广州 如果是华北地区的话 那么主要就是在上海以及北京这些地方 那么这个主干ISP呢就是相互连接 并且通过这个国际路由器来与这个其他地区的其他国家的一些主干ISP进行连接 那么这个属于这个互联网的这个核心的部分 那么对于核心的部分呢 其实在其中有很多的这些海底电缆 或者是一些跨地区的电缆 那么这些通信设备呢 主要是由这个移动电信以及联通他们所铺设的 那么他们所采用的设备呢 有一些是来自于我们中国的华为 所以说华为啊在这个通信里面呢 它是有一定的地位的 那么这一个呢 只是这个现代网络托普的一个核心部分的一个简单的描述 那么实际上这个网络托普呢 是非常复杂的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核心部分 以及这个边缘部分连接起来的话 那么整一个托普将会是非常复杂的 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实际网络的一个图示 那么这个呢 是老师所绘制的这个网络的托普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网络 小型网络中型网络大型网络 那么网络之间呢 可能通过路由器连接 也可能直接的连接 那么这些计算机呢 中等设备呢 将会通过这些网线呢 或者是WiFi呢 等等的去连接到这个小型网络里面去 或者是中型网络 或者是大型网络里面去 那么这一个呢 我们可以理解为是真正的这个网络的托普 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核心的部分 和这个边缘的部分连接起来的话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 现代网络的输章结构 那么这个输章结构呢 我们在前面 在介绍这个 小型网络的发展史的时候 也简单的介绍了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再重温一遍 那么在顶层呢 是一些主干的ISP 包括各个大洲的 各个国家的 那么他们之间呢 是通过海底电缆 相互的连接起来 那么在这个主干ISP之下呢 就是一些地区的ISP 那么在地区ISP之下呢 就是我们的公司 校园 家庭 等等的一些 比较边缘的部分 那么这一个就是 现代互联网的网络托普 那么在这里面呢 同学们先对这个网络托普 来进行一个简单的了解 在自己的脑海里面 形成一个网络的结构 那么这样子呢 有助于我们后面去学习 这个资争集网络 具体的内容 那么在这里 虽然说我们在学习 计算机的时候 我们需要对这个网络托普 进行一个简单的了解 但是呢 我们在平时 使用这个网络的时候 我们并不会感知到 这些网络托普的存在 我们不会知道 这个主干ISP在哪里 也不会说知道 这个地区ISP在哪里 甚至呢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的网关在哪里 我们最多可能了解的 可能是我们比较 常接触的路由器 或者是一些 智能的设备等等 那么这一个呢 主要是因为 我们平时更多的是 从一个用户的角度 去使用这个 计算机网络的 那么如果我们站在 这个用户的角度 去看这个互联网的话 我们更多看到的是 一些别的模式 比如说我们在 互联网里面 寻求服务的时候呢 使用的是这个客户 以及服务器的这个模式 那么对于客户 服务器的这个模式呢 在互联网里面 有很多的设备 通过这个互联网 相互连接 但是呢 我们不需要感知 互联网里面具体的细节 那么如果我们需要 使用某一个服务的时候呢 我们直接 从自己的PC 自己的计算机 发起这个服务 那么这个服务呢 就可以通过这个网络里面的路由 来到服务提供的地方 一个服务器 那么服务器呢 收到请求之后 就会响应 然后本地的这个PC 得到应答 那么这个是属于 客户服务器的这个模式 那么这个模式呢 也是我们平时 在接触这个互联网的 变缘部分的时候 就采用的一种模式 我们平时在网上发邮件 或者说在网上 查找资料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都是使用的 这个客户服务器的这个模式 那么在这里面呢 需要注意的是客户 它是这个服务的请求方 而这个服务器呢 它是属于这个服务的提供方 双方呢 都是通过互联网连接起来的 那么在客户寻求服务的时候 以及服务器端 在提供服务的时候 他们都不需要感知这个网络里面 具体的细节 那么这一个也是 现代的就算机网络 提供给我们的一个便利 那么除了这个我们常见的客户 服务器的这个模式呢 还有一个模式 我们称之为这个对等连接 P2P的这个模式 那么对于P2P的这个模式呢 其实他们的结构也是类似的 很多的终端通过边缘部分 连接到网络的核心部分 但是在这里面 不分这个服务的请求方 以及服务的提供方 那么只要这个终端运行了 这个P2P程序呢 他们之间就可以对等的进行连接 那么这个对等的连接工作方式呢 可以支持大量的对等用户 那么这个也是当前 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个模式 那么这个模式 如果平时我们有使用这个下载器 去下载一些网上的视频 又或者是一些文档的话 比如说迅雷 我们就可以感受到 这个对等连接模式的一个作用 有P2P的这个模式呢 可以使得我们的下载速度更快 那么对于这个P2P模式 它是怎么去实现的呢 我们后面还会进行介绍 那么这里面呢 大家先要了解 我们在接触这个网络的 边缘部分的时候呢 有这个对等连接的模式 好的 那么这些呢 就是这节课的主要内容 这节课的主要内容呢 我们是了解了这个 现代互联网的网络托普 主要是有两个部分的 那么第一个部分是我们的边缘部分 也就是我们用户 平时所经常接触的一个部分 除此以外 还有这个核心部分 主干部分 那么对于核心部分 或者是主干部分呢 主要是有一些地区 或者是国家所维护的 那么核心部分 也是各个国家 各个地区 可以相互连接的一个部分 那么在这里面 不管是边缘部分 还是这个核心部分呢 我们平时在使用这个网络的时候 我们一般是通过这个客户 服务器模式 或者说是这个P2P 对等连接模式 来进行这个网络的使用的 那么这节课的内容呢 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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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